好,大家好,童文层突破童文层,我是童文勋 我们现在是一个全新的模式 只要有一些议题出来 那我们就会就这些议题 用一次只有一个议题的方式 分析给大家听 那也找一些资料出来 提供给大家参考 那我觉得这样子可能比较好沟通 如果说我们在一次的主题里面 讲了很多的事情 其实不但不好下标 然后大家在检索到底哪一件事情 在哪一个主题里面我们曾经分析过 那也很难找 因为标题很难讲清楚 那也太厚重了 那常常上传的时候呢 也会发生这个delay的问题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用很精简的方式 来做这个我们的内容的这个推播 那所以也鼓励大家就是说 加入V.TW的会员 不见得是付费会员 如果有条件可以支持我们 当然非常的欢迎 但是只要加入会员就可以 收到这个我们的即时的内容的推播 那付费会员得责帮我们支持我们整个支撑这样的一个推播的通知的这个基本的成本 那也有朋友就是说 那他不希望我们花太多钱 所以他加入会员 但是呢 不需要推播给他 其实这个会更难处理 技术上大概就是集体一起推播 那因为我们可以分流 所以包括我们这个 有一些可能是将来是付费会员专属的一些内容 或是课程我们也会慢慢的 有更多的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进来 贡献内容的时候 我们的内容会越来越丰富 所以应该是有能力可以支撑起整个LINE的成本 然后也希望大家可以有这个条件的话 能够去支持我们的商城 然后其实会员的这个月费啊 也可以兑换商城的商品 我希望这个模式可以让他变成很成熟的运作 那整个模式呢 整个Business Model呢 就可以当作将来我们的每一份 一份又一份的这个地方报 又有数位的内容 又有实体报的内容 也同时撑起了地方的经济 然后地方的环保的问题 居住正义 这个社区的安全 学童的安全 都可以由地方的人自己来努力 这个才是真正实践 这个安和乐利社会啊 然后地方强 国家自然就强 这个是非常正常的 正确的一个方向 已经得到越来越多朋友的支持 所以我们现在要努力的去把这个地方报 把它运作起来 也就是这样 所以没有办法有一个完整的时间 每次就是要准备一个小时的这个内容 然后还要录制 还要上传 这个占我太多的时间了 那我们希望就是用这个简短的内容 那我把大部分的时间 现在要努力去把地方报做起来 这是一个努力的方向 那我们今天要说什么呢 我们今天要谈的就是法律战 美国的这个总统大选的法律战 现在才刚刚开始而已 那么最近这个川普的法律战呢 再下一层 就是宾州的这个Commonwealth法院 他做了一个裁定 就是裁定说 这个宾州的州务卿不能乱搞 没有法律授权不可以做 所以你不可以自己去延长身份验证的这个时间 那本来宾州的这个州务卿 他把身份验证这件事情延长 他的理由是什么呢 理由是 之前宾州的最高法院 有这样的一个判决啊 而且联邦的最高法院也支持啊 他无视于这个法院的主旨是什么呢 他的主要的这个精神是说 你必须要在这个选举日当天 就已经寄出去的票啊 然后三天之内 到达宾州的这些开票所的时候呢 还是要算进去 那其实这个东西呢 本身有一个问题 有一个违宪的质疑 因为根据宪法 哪一天是这个选举日呢 选举日根据宪法 美国宪法在这个事情上面有点拗口 就是十一月的第一个礼拜一的隔天 礼拜二 再讲一次啊 十一月的第一个礼拜天的隔天礼拜二 这种清清楚楚的日期啊 就是在那天截止 你怎么可以说你要延后三天 还是你要延后七天 尤其宾州的法律是说在当天是截止日 所以其实宾州的最高法院的那个裁定 我觉得是有问题的 那这个先把它撇开不论 可是州务卿绝对不可能就是说 哦 既然你这个法院可以介入这个立法的问题了 那我自己是行政人员 我也可以呢 自己决定把验证身份的这件事情呢 也时间把它延长 那什么是验证身份呢 就是去投票的人啊 当时可能没有身份证明 他也许忘了带驾照 也许忘了带水电单 那没有身份证验证的证明 事后可以补 那他让他可以怎么样 延长补证的时间 这都是怎么样 破坏了三权分立 行政立法司法对不对 现在呢 司法介入立法的问题 然后行政也介入立法的问题 这有点离谱 所以我们来对这个法院的判决呢 来做一个事实的这一个介绍 整个流程 因为很多人搞不清楚 不对啊 现在你这个兵州的法院 又弄了一个说 这个州务卿 没有这个权限 然后呢 迟到票不能算进去 可是模模无无的记得说 之前曾经有一个判决说可以啊 然后又有一个最后法院的判决说 这个票要分开算 到底怎么回事啊 好我们先来做一个背景的说明 这个事情是这样子的 因为前不久我们都知道就是说 美国的最高法院裁定就是 宾州的开票啊继续开 可是呢 对于在选举日之后才到达的这一些通讯投票呢 必须要切割开来分开计数 那这个裁定要把它切割开来 分开计数 其实最高法院隐含的一个可能性就是说 将来他可能把这些选票呢 怎么样 就不纳入全部的选票里面 不算数就对了 但是呢 他要求现在开票的过程呢 就先把它切割开来 但是也有人记得就是说 更早之前呢 宾州的最高法院 因为大家要知道就是说 各州有各州的地院高院最高法院 然后联邦还有一个最高法院 可是联邦其实有关于联邦的这些事务啊 他也有联邦的地方法院 好巡回法院最高法院 那所以有两个最高法院 这个要理解 一个是州的一个是联邦的最高法院 那之前宾州的 这个宾州的最高法院呢 曾经有过这样的一个裁定 他裁定呢 宾州的选务人员 可以延长怎么样 通讯投票的截止日 只要他的邮戳呢 是在选举日 当天 他可以延长三天啊 接收更多的票进来 然后把他算进去 那这件事情呢 也得到了美国的最高法院联邦 最高法院的一个支持 但是最近呢 宾州的Common Wealth Common Wealth的法院呢 事实上在整个宾州的这个法院的体系里面呢 是在中间你可以把它当作是高等法院好了 有关于你控诉这个州或者是州的官员 尤其是跟行政事务相关的事情呢 就是在这个Common Wealth法院呢 来做专属的管辖 那他最近又判了一个判决 这个判决是这么说的 他说 宾州的州务卿啊 不得乱解释宾州最高法院的裁决 关于延长三天 让这个选举日就有邮戳的这个选票啊 可以记录啊 不代表你可以去延长选民身份的这个补证的时间 他又把它延长了 这个超出州务卿啊 受到州的法律的这样一个授权的范围 所以这样的一个判决的这个判决书的这个主文呢 我们请导播给大家看 就是大概会发生影响的这个票数啊 可能是在三千到五千人之间 确实的数字我们现在还不知道 所以我们先就这个背景呢 让大家知道 所以在法律战来说 可以这么说 川普又下一城啊 那如果说这个发生问题 这个选票 票数很悬殊的话 也许宾州选举人票 最后会落到川普的手上 好那经过这个背景的说明 大家有没有比较清楚 他其实讲的就是什么呢 讲的就是 我们现在允许你只要邮戳 是在选举日当天 那你就可以 你就可以被算进来 我刚才不是说吗 依照宪法 依照美国的宪法 他规定啊 很拗口 为什么要这样规定 就是11月的第一个礼拜一的隔天 礼拜二 是学举日 因为当时啊 200多年前有这套宪法的时候 美国有很多地方是农耕的社会 或是畜牧的社会 对不对 那只有男人有投票权 他们要去城镇里面投票的时候 你不可以把它排在周末 因为周末要上教堂 那是家庭日 教堂日 那么礼拜天之后 你说我礼拜一投票好了 因为礼拜天你在上教堂啊 对不对 你在家里 你可能骑马去城镇啊 或是坐马车去城镇啊 来不及投票 时间来不及 所以就必须要是礼拜一 让他有一个通车的时间 礼拜二到达 所以礼拜二投票 所以美国从来不是那个 周末的时候投票 或是那一天要放假 没有 就是在上班日投票 不可以影响 周末坐礼拜的时间 那投票出来之后 选举人团要另外再开会 对不对 所以选举人团要去 选出这个美国的总统 政府总统 时间是什么时候呢 宪法还规定的非常清楚 时间是12月的 第二个礼拜三之后的 下一个礼拜一 再讲一次 12月的第二个礼拜三 的下一个礼拜一 所以几乎就是保证 一定是在12月中旬 我们大家翻一下日历 就知道说 你跨过两个礼拜三之后的 下一个礼拜一 大概就是在12月中旬 像今年就是在12月14号 那他绝对不会跟这个 叶旦节的时间逼近 或是和在一起 也是因为信仰的关系 好 规定这么清清楚楚 那一天就是选举日 允不允许现在各州去把它改变 这是联邦的法律 这是宪法 那允不允许各州去做一个修正 或是不一样的规定 允不允许法院介入 去改变它 我们先打一个问号 所以现在美国最高法院 联邦最高法院 把这个宾州关于这个有征职的 选举日之后进来的这些票 先把它排开分开计数 那可是宾州现在的所有的争议票是多少 就是两个人的差距 最后的结果看起来是差距不到五万票 大概四万多票 那这个差距 如果说你隔开出来的选票 其实只有五千多张 目前我们听到这个数字 大概是五千多张 那不足以翻盘嘛 对不对 可是一个关键 就是实际上 宾州 在上一届 因为通讯投票 在选举前其实我就已经讲了 通讯投票呢 它基本上有这个 它天生的这个缺点 它的缺点是这样子 我们先不要说会不会造假 它的缺点就是说 第一个你记的时间可能会迟到 第二个你可能会记丢了 第三个你可能会内容出错 所以过去美国的这些通讯投票 最后被剔除的 这个平均数 大概至少是三个百分比 那三个百分比呢 在宾州会产生多少选票 宾州今年注册的这个 所有的选举人呢 有资格投票的人 注册的 假装他有资格投票 有八百九十万人 那三个百分比 是多少人呢 大概是二十六万人 二十六万人 远远超过 目前看到的川普跟拜登的选票的差距 但是今年呢 宾州的邮寄选票拒绝率啊 根据现在我们看到 其实是国家脉搏 这个媒体啊 是保守派的媒体 在十一月九号所公布的 这样的数字啊 他说啊 今年的宾州的邮寄选票拒绝率 竟然只有0.03 也就是说 他是在2016年啊 拒绝率啊 的多少呢 三十分之一 所以这个比例太悬殊了 所以即使是过去正常的数字 我们不要说不要说多啦 就一趴就好了 其实就差不多是九万票了 那今年为什么没有 全部把它纳入了 所以我认为宾州只要验票 一定会出事 一个基本的原因除了 更具体的就是 他的这个通讯投票的拒绝率啊 超低 再来就是他的 今年的这个 投票的这个比例啊 人数啊 超高 这是两个很奇怪的事情 像这个 威斯康辛州啊 他的注册选民投票率 超过90% 甚至有一些州啊 他的整个投票率啊 是到有一些county 有一些城市 他的投票率超过84% 这都不正常 因为照过去的这个情况 看来啊 美国的投票率 大概只有50%左右 上下在浮动 即使今年是川普 可是因为选情并不是很热 拜登几乎都没有在竞选嘛 那为什么会有这么 超高的投票率呢 这是会让人家打上一个问号的 所以经过验票之后 光是这个通讯投票的这个拒绝率啊 我觉得就已经产生很大的问题了 你至少要跟过去 或者是说上一届吧 应该是差不多的数字 这是比较正常的 可是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 我讲过很多次了 1993年 民主党的柯林顿执政的时候 他签署通过一个法案 这个法案允许 他们做这个选民的注册 登记才能投票 对不对 有些州啊 你没有去登记 你也可以走进去投票 很乱 但是他允许这些 不管是走进去投票 还是你事先有登记的人 都怎么样 你只要宣誓 你说你是美国的公民 你就可以投票 所以里面有一大堆人啊 根本不是美国公民 然后仍然投票了 那至于说有死人投票的这件事情呢 我觉得影响的数字 可能不是那么高 可是不合格的公民的这个问题呢 我一直认为才是关键中的关键 所以2013年 才会有这个 有这样的诉讼 亚利桑那 有这样一个诉讼 后来达到最高法院 这个判决呢 说明一件什么事情 确实有选举的舞弊 而且是跟身份相关的 所以为了怕 因为身份相关的选举的舞弊呢 所以他们希望有一个更清楚的登记 能够把公民的身份确认下来 结果被当时的最高法院给拨掉了 就说你不可以这么做 在2013年的时候说 你不可以比现在法律所规定的 这种要求身份验证的这些程序呢 不可以再加更多的条件了 应该要尽量让所有的公民可以去投票 所以他们容许 为了让更多的公民可以去投票 不会对于少数的主义产生障碍啊 所以他们容许等于是开一个洞 就是国家可以承受开一个洞 不是公民也可以投票 开这个洞之后今天问题重重 所以共和党的参议院的参议员 现在的这个议会的这个等于是党编了 他们就说如果有机会 他们可以共和党可以继续在这一次参议院可以过半的话 那么他们就要启动对于通讯投票的 所有的弊端的总检讨 甚至要废掉通讯投票 或是要怎么样去限制通讯投票 政治参议院可以做的 那所以参议院现在变成 民主党跟共和党的兵家必争之地啊 所以最后还有一周 最后两个席次就在乔治亚州 而乔治亚就是今年呢 非常关键的摇摆州对不对 竟然有民主党的这些政客啊 不止一个人哦 那其中一个人是台湾的这个移民 二代吧 在美国还参政啊 这个人叫做这个杨安泽 杨安泽他的英文名字是Andrew Yan 那他呼吁啊所有的民主党人啊 为了让拜登可以在这个参议院啊 有过半的这个民主党的席次的话 那国会就全部被民主党拿下来 总统又被他拿下来了 这样子能够这个税行他们的政治的这样一个革新 所以呢鼓励所有的民主党人呢 前进到这个乔治亚州去投票 而且他还说啊 时间已经没有多少时间了 他的这个通讯投票的截止日期是什么时间 然后呢 他的走进去投票的这个注册的时间是什么时间 要改变明年一月初的这场选举的结果 这是作弊 这就是台湾人的怎么样 为了改变选举的结果 然后明明不是那个城市的居民 你就把户籍签到那里去当幽灵人口 然后去投票 这种不诚实的行为 真的是万万要不得 所以这个美国的所有的宪法的问题 其实今天来看 就是因为这套宪法本来就是给 有道德的 有信仰的人使用的 那对于那些没有道德 没有信仰的人呢 事实上是不适用的 今天左派这一群人 给大家看到就是没有道德 没有民主素养 竟然可以做这样的呼吁 这是违法的 所以连民主党人自己都看不过去了 那现在呢 乔治亚州的民主党的众议员呢 呼吁 乔治亚州的州长必须要拿出办法来 然后要开会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本来不是这个乔治亚州的人跑去那边投票了 这是犯法的行为 所以应该要追究 这个就是目前有关于美国总统大选的法律战了 其实越来越精彩 每一天都非常精彩 每一天都有新的事情发生 当然最近有这个很多的说法了 包括就是说有这个选举的机器 这个软体可以舞弊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那这场大选就很快可以一翻两瞪眼 但目前为止我们没有看到更多的证据 只有看到说有证人出来 有证人做了这一个证词 那我也可以顺便跟大家介绍 什么叫做Affadavid 就是证人在进去法院作证之前呢 两兆的律师都可以先跟证人做一个结问 而这个结问呢可以先做一个证词 记录下来 这个好处是什么呢 好处是说怕这个证人进了法庭之后啊 乱讲 而且呢 法院为什么要传唤这个证人 就先看他的证词 先判定这个证人有没有作证的价值 如果有作证的价值 法官就会允许他出庭作证 然后在陪审员的面前作证 那反之就没有作证的资格 好所以做Affadavid有多重的功能 这个是诉讼律师应该都要了解的事情 而你做Affadavid 如果是说谎 有没有刑事责任 有 那是要负刑事责任的 跟在法庭作伪证啊 一样的 他是有刑责的 所以你可以想象说有这么多人 现在有几百份啊 的这样一个证词已经涌入了 所以让人越来越觉得匪夷所思啊 其实一开始 任何人你说你要去怀疑 美国的大选有集体的舞弊 系统的作票 没有人会相信 连共和党人自己也不相信 但如果有证据的话 我们就让证据自己说话 所以有几分证据 我们就谈到哪里 好目前看到的就是 法院的几个判决 然后我们等着看 事实的部分 甚至现在说 那个宾州啊 在费城有个问题就是 费城已经把这个 通讯投票的信封销毁了 这个事情我们只看到传闻 还没有得到这个 更可靠的机关机构来确认 因为现在美国的所谓的主流媒体 都变成了着流媒体 都变成lambstream 所以要找真相 很多人都说 必须要去导大纪元 新唐人 希望之声 才可以看到 美国还有一些 非主流媒体 还在讲真相 那他们的讯息来源 都是第一手的讯息来源 必须要花很多时间 才可以去查证 其实媒体没有做好自己的工作 其实每一个人都会变得很累 每个人都必须要自己去查证 这真的很辛苦 可是 事情已演变到今天 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我们就得辛苦一点 那这段时间 我们会不定期的 就不同的议题 如果我们认为说 跟法律比较相关的 我们还可以做一些 比较基础的 这样的一个 跟法律常识相关的一个说明 这是我们可以提供的服务 所以我们可能会多说 多说一点 那法律的这个问题 这个不是猜测 就是必须要根据事实来说 所以我也不会过度的去说 现在还没有确认的事情 那所以我觉得值得关注的 是究竟选举的软体 有没有舞弊的问题 那个会最容易解决 今天实体验票之后 用实体的每一个人一票一票数 就大概可以知道弊端在哪里 然后当然还有开票嘛 从头到尾都有人录影下来 所以那个票 这个不正常的异动浮动 原来得票加上去了 又被捡回去 这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其实都可以 把时间倒带回去 在那一分那一秒的时候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都可以得到查证的 那有更多的讯息出来之后 我们会再为大家做分析 加入WeTW会员 搜寻LINE ID加入好友 键入atWeTW 加入好友后 点击聊天开始操作 点击点子登入 如右图依序回复完成注册 加入付费会员 享有专属优惠 点击大图 点击您想订阅的会员方案 填妥信用卡号等有效资讯 完成付款 晋升为金赚金值会员 谢谢您的支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